大家好,歡迎收看瞬間看獨贏的環節 這個環節會和大家用建制賽馬App 選擇曾經贏過或贏過同情的馬 它很容易再出便會走入三甲甚至冷卻 當然太多或太少贏過同情的馬 就會容易爆發 這也是慣例 大家都要記住 例如剛剛賽事亦都出現這些情況 大家紅旺都已經很贏了 你不信不信就有十倍 剛巧旅見威大熱師兄葉楚雄的馬 八歲都照一放到底 有時大家都要看運數據 不要太多陰謀論 都要穿馬適贏 未講之前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 朋友有下角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鈴鐺 開啟鈴鐺 就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唱馬頻道 記得開啟鈴鐺 有新片會提示大家 立即帶大家看看3T的頭關 四班千二雖然很多場 都要小心留意 開心高球贏過兩win 羅富泉這些鋼斑碼 是否一比潘頓就行 贏過兩win不是同情 給黃心 跟人隱之寶一樣的都是未贏過這個路程 有紅利就好少少了 路程專家五制 差不多一半路程上名 在同情中要給他紅心 長華後寬都贏過一次 這個路程不算強組 照給他紅心 起盡之聲上場都已經有機會了 貼了給大家跑近近的第五 萬放都輸 不知道是否真的沒那麼厲害 贏過同情都照給他紅心 紅心勇士比較新的初出體體點 兩個閘都出來這麼厲害 而其之寶 報民試過的 現在沒得騎 初出體體點 快狠準 暫時都挺狠的 不離追都追到上來算不錯 暫時算女馬 幸運星球貼過一次給大家 鬼上身跑第四 第三沒有威脅 閃耀將神這隻馬 暫時都是處女馬 還未上名的 雄才這隻上名跑過兩次第二 今次繼續跑谷草同情看看如何 得架勢贏過同情一次 落飛落到這麼厲害 六檔都啡格 看看今次又可不可以連接 這裡有四隻贏過同情 大家都要記住 另外有兩隻贏過 都要留意拖腳可能要考慮一下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還有第二集 馬迷早晨 我們到時再和大家見面 晚點再見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場——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